你好我是Joyce 大马鱼球混双名将赖佩军坠入投资骗局 引起大众的关注 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冰山一角 国内还有很多受害者当中有人被骗的数额 甚至远超过赖佩军的40万令吉 警方的数据也显示 过去一年五个月 全国共接获743宗民众投入应用程式 下载包APK骗局的投报 损失额超过1970万令吉 APK是Android Package Kit的缩写 是一个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 使用的一种应用程式包文件格式 诈骗集团利用有关恶意应用程序 轻而易举拦截用户手机短信 转走银行账户存款 无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纳都斯里南利表示 民众在收到APK档案时要小心 因为诈骗集团能透过手机发送 隐藏着恶意软件APK档案应用程式 窃取个人资料和财务信息 在今年首五个月 警方就接到67宗智能手机遭骇客攻击案件 亏损的金额超过110万令吉 这些不法分子除了假扮受害者 亲友发送APK婚礼请柬 还以提供工作聘请清洁工 买卖车辆和珠宝首饰买卖方式 窃取受害者的个人数据 与此同时 当局去年接获676宗相关的投报 涉及损失超过1860万令吉 这案件多数来自雪兰儿 吉隆坡和槟城 因此警方希望民众能够保持谨慎 再三小心 不要随意点击自称投资大师的视频链接 以免上当受骗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